近日,故庄谍战剧风起陨西迎来大结局 剧中,蜀汉间谍部门斯文曹成员成功与寻许 面对天下三分的大势 与蜀国内部云波轨局的潮局 游走于蜀魏两国之间 最终以各自的方式吩咐自己的理想 自古以来,三国这段历史便以群雄摒弃 群英会翠而广受欢迎 从94版《三国演义》到近年的大军师司马懿系列 我们看到各路英雄以天下为奇 权谋制略的故事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虽说风起陨西不过是披着三国外衣的谍战剧 但得益于视角的游名转案也勾起了 我们对历史上三国时期情报战的好奇 真实的三国间谍是什么样的呢 作为一个拥有优长智力角逐历史的民族 我们使用间谍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下代 左传《哀公元年》曾记载 执女爱蝶交,世纪驻右翼 下军太康在位时国政不休,被后裔趁机篡权 后来后裔的国相韩卓又篡取了后裔的王位 为了消灭韩卓,太康帝仲康的孙子邵康派出间谍女爱和记住 潜伏在韩卓的两个儿子身边不断为自己提供情报 最终凭借区区五百奴隶,以弱胜强,一举剿灭韩卓的势力 川球战国时期战乱平仁 对军事技巧和谋略的要求更加多样 孙子兵法专门列有用剑一张 仔细介绍了间谍工作的意义、类型和方法 孙子将间谍分为阴剑、内剑、板剑、死剑、生剑五类 因剑至凭借乡人身份向敌人传递错误情报 或向己方传递正确的情报 内剑是指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拥有官员身份 从而探听情报 反剑是指利用敌方插入我部的间谍人员 诱导其做出符合我方利益的行动 死剑至一些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间谍行动 生剑则与死剑相反 当遇到如初始他国的任务时 其实是可以堂而皇之的 探听情报并全身而返的 孙子只对使用间谍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并没有详论间谍应当拥有怎样的素质 孙子认为使用间谍的人首先应当胜智 即拥有极高智慧 否则无法分析不同的情况 合理运用间谍 其次应当仁义用自己的道德魅力收览间谍 保证间谍不会背叛 最后还是微妙能够细心把握局势的变化 既能发掘自己身边的间谍 也能判断己方的间谍情报是否属实 孙子对使用间谍者提出的要求 对间谍本身同样适用 孙子也道 能以置为见者必成大功 间谍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包括隐藏身份 更包括收集情报 分析情报 传递情报 策划任务等各个方面 这要求间谍同时拥有杰出的观察能力 娴熟的交往技巧 渊博的各学科知识 强大的心理素质 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 《三国演义》中曾记载蒋干道书的故事 既是反间的绝妙案例 也让不能分析局势 轻易入购的蒋干 成了千古笑柄 一句话总结 要成为一名间谍 首先要拥有一颗最强大脑 仅仅拥有出众的智力 便可以成为一名间谍吗 显然不是 对间谍而言 还有一项重要的要求 那就是道德水平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人为善 推己及人 而是是否忠心耿耿 遵守承诺 不背叛自己的组织 坚持自己的目标 伴随着用见历史的 始终是一部间谍背叛 反噬用见者的历史 间谍日常所面临的道德选择 要远复杂于一般的情况 甚至有时为了完成间谍任务 还需要牺牲自己 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周瑜打黄盖 便是黄盖牺牲自己来获取曹军的信任 最终促成了赤壁之战孙刘连军的大胜 这还只是一次短暂的违剑活动 对于那些长期潜伏的间谍来说 道德和信念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在脱名诸葛亮所作的诸葛亮兵书中 还提到了违剑的一个要求 审慎 紧密 也就是细心谨慎 能够审时夺势 这里的优秀代表 如孙权派去曹魏打探情报的使者顾辉 建安十年 曹操以基本平定北方的元氏势力 此时东吴收到传闻 曹操意欲起兵东夏 为了探听这条消息的虚实 孙权派顾辉出示曹魏 面对曹魏的处处设防 顾辉不仅应对自如 尽显使臣风度 还通过钱采听的方法 细心收集曹魏的情况 并加以分析 得出了曹魏与元坛交争 未有他意的准确情报 事实也证明 曹魏南下发动赤笔之战 时间在建安十三年 这短短的三年时间 为孙吴征取到充分的备战和发展空间 这是神神紧密的正面势力 反面代表则是诸葛亮北伐时 派去初始司马懿的使者 宣王见亮时 微问其寝食及其士之繁简或问荣氏 使对曰 诸葛公宿兴业魅 罚二十亿上 皆亲懒烟 所淡食不过数生 宣王曰 量体必义 岂能久呼 面对司马懿关于诸葛亮 寝食及士之繁简的询问 使者毫不设防 将诸葛亮的情况和盘拖出 让司马懿掌握了诸葛亮病重命不久矣的重要情报 于是选择坚持不出 使诸葛亮难以寻得决战的时机 以恨五丈元 这名使者只顾着吹捧诸葛亮 浑然忘却了自己同时也是一名间谍的身份 几乎仔细考量便回答 也没有看清两军对峙的局势 轻易中了司马懿的反歼之计 由此可见 神神紧密四个字 同样是间谍的必备素质 除了这些间谍的基本素质 一些需要从事特殊工作的间谍 则要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技能 比如 以说服和离间为任务的间谍 其基本要求便是高超的口才 而一些以传递情报为任务的间谍 更是计多不压身 贺其攻打丹阳时 阴木清洁室围坐铁哥 密于隐显贼所不备处 利用了一群伸手矫健的攀岩高手 打通了大军行进的道路 马超围困继承时 为了向外求援 上规令阎温从水中潜出 这潜水和游泳技巧 放今天高低也算个极限运动爱好者 可惜阎温并没有逃过马超的侦查 他虽在夜晚成功潜水出城 却在第二天白天被捕 马超没有苛待他 希望他可以劝降城中守军 阎温假意英语 被带到城下后却高呼 打军不过三日制 免之 因为他的宁死不屈 马超只能将其杀害 虽然从未详见于史料 为人所大书特殊 但在史册的细致末节中 我们仍能发现那些 活跃于风云际会间 三国间谍的身影 在风起龙溪中 南主陈公和寻许 来自蜀汉间谍部门斯文曹 这是一个虚构的名称 在历史记载中 蜀汉并没有明确的间谍机构 但与其共争天下的曹伟和孙吴 则都有设立教室官的记载 从史料记载来看 这是一种用意监察内部的特务机构 长官没有明确的官品 属下也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和上下级关系 如同其工作一般迷雾重重 他们的成果却是政绩斐然 曹伟的上书徐木 仅仅因在禁酒令时私自饮酒 便被教室赵达举报下狱 靠着有人的说情才免于刑罚 孙吴的教室则更加功勋卓著 光是屡一一人 便达成了诬告丞相雇佣 使其免官 诬告左将军诸具 使其戴罪数月的 文武全方位战绩 这种间谍行为无异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也很难展现间谍的优秀职业素养 虽然蜀汉没有明确间谍部门 但不代表蜀汉没有间谍活动 最成功的蜀汉间谍 要数乍降曹魏的波膜 建安24年 蜀将孟达率众背叛蜀汉 投降曹操 受到魏文帝曹批的器重 为了防止孟达威蜀蜀汉 诸葛亮派出郭膜 乍降曹魏 故意向曹魏 泄露了孟达意图反叛曹魏的计划 逼迫孟达举兵 司马懿得知此事后 一面修书安抚孟达 一面暗中急速尽讨 占孟达于上庸 诸葛亮 尽凭郭膜一人 便借曹魏之手 除去了反复无常的孟达 为之后的北伐 扫去了后顾之忧 话虽如此 从历史记载来看 蜀汉在三国间谍战中 实在是难得的大冤冲 永远行走在被间谍的一线 首当其冲的便是关羽 建安24年 关羽禁逼樊城 同时受到威胁的孙吴和曹魏 迅速达成同盟 先是曹魏的司马懿和蒋济 建议曹操派遣间谍联系孙吴 让孙吴偷袭关羽 然后是孙权利用米方世人 布满关羽轻视自己的心态 派人劝详米氏而人 阻结了关羽的后路 随后又是曹魏谋臣董昭建议 派遣间谍 将吴魏同盟的消息大肆传播 极大鼓舞了曹魏守军的士气 是关羽进退两难 最后是孙吴的吕蒙 利用间谍常用的伪装技术 将偷袭关羽的部队伪装成商队 白衣渡江攻占江陵 断其退路 一旦名将关羽 便在曹魏和孙吴的连番用舰中 走向了生命的末路 其次的受害人便是刘备 她身边的间谍就在床梅之内 也就是著名的孙夫人 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孙夫人 曾向孙吴传帝国情报 但她的存在 确实令刘备军中上下 聚孙夫人声变与找叶之间 防备间谍的压力陡然增大 孙夫人走后 刘备也没有逃过被用剑的境遇 在萧婷之战中 陆迅曾给孙权上书 言查其布置 必无他辩 也就是说 刘备军队的行进和驻扎情况 早已由内部的间谍泄露殆尽 陆迅也继次稳坐中军 用一把大火将刘备多年积攒的家底 烧得一干二净 除了刘备和关羽之外 蜀汉政权中的其他人 也没有逃过被间谍的命运 就连以智谋著称的诸葛亮 也被几方队友痛击 向司马懿暴露了健康状况 劳而无功 最惨的要属蜀汉后期的重臣沸衣 他在一次宴会上 被曹魏诈降的郭寻刺杀 蜀汉政权也由此日益颓迷 终致轻腹 相比较而言 曹魏和孙吴的间谍战倒是可圈可点 三国时期普遍的间谍暗战 无非是互派赤猴或使者游说 都是一些短期间谍任务 而曹魏已经将间谍战 发展到向高级官员渗透 长期潜伏的程度 吴皇龙二年 清竹人尹番向孙吴投降 因其口才极佳 深通行欲之道 孙权颇为欣赏 授予其庭位的官职 尹番就任后迅速与东吴朝臣打成一片 自卫将军权从等皆倾心相待 左将军诸句 庭位豪朴 更称赞其有王左之道 只有杨道 杨敌 潘瑞等寥寥数人 不以为意 正当孙吴上下都沉浸在得人的喜悦时 尹番突然叛奏 孙吴这才惊觉重计 很是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人抓获诸杀 此时虽未对孙吴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 却结结实实 给了孙吴文武君臣一见耳光 于尹番相善的朱句和豪朴 更是连夜写检讨书请罪 朱句被限制行动 毫不畏罪自杀 赤屋十三年 曹魏如法炮制 令文亲诈降东吴 引起了东吴上下的一致警觉 孙权速派吕聚与朱义和兵 以迎文亲 文亲见无法得逞 只好放弃计划 间谍的故事 历来为人津津乐道 经久不衰 当我们为前人的智慧所折服时 同样也不应当忘却他们为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风起龙溪故事的最后 成功为了保护寻许选择牺牲 而寻许则又走上了入见东吴的道路 那些难以被光照耀的惊心动魄 只能通过史册的直言片语 留待后人揣测怀念了